这是一部你从没有见过的 窒息神奇诡异的动漫 它给了观众无数的遐想 女孩的裙下到底有什么 为什么男生一说脸就红透了 这部翻在日本口是特别火爆 原作者设计员只靠画了几幅漂亮妹妹撩裙子的美图 竟直接出了两季动漫 真正完美诠释了开局一部画 故事全靠编 所以它的内容篇幅都极为的短 但内容确实让人充满窒息 更以往的卖楼翻不同的是 这里的妹子那可都不是省油的灯 因为他们不会满点焦虫的 让你撩起裙子 反而是一脸嫌弃的表情 自己撩起裙子 玩弄看这部动画的观众都是垃圾一番 教掌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去描述故事 让任何人都有了才语感 以至于光天明自己问到无数的色批粉粉兴气 它的全名叫 一脸嫌弃的表情 让你看胖子 耿骚的是 它一共只有6集 加上第二集 一共也才12集 每集只有短短的5分钟 更骚的是 每一个故事的展开都是男主问女主 可不可以给我看一看胖子 而最骚的是 这里的女主总有一个你会喜欢 女仆 虎师 修女 青梅竹马 爱豆 巫女 等等的 除了长相绝美之外 各行各业的妹子穿上不同制服 那有谁受得了啊 奇怪的是 为何所有妹子全都一脸嫌弃 自然是他们有苦手不出 因为男主为了能够看到他们的胖子 可谓是想方设法 傻心苦心 对于这种人渣 我只有三个字想说 谢谢 接下来我就简单介绍下 这部窒息动画 男主究竟是如何攻略 这么多女孩 第一个女仆的攻略之法 就是一见面 男主便提出想要看对方胖子 女仆自然是认为男主在开玩笑 而小脸一红 可很快就确认男主不是在开玩笑 你以为男主会用主人身份来命令女仆 妈 这些男主双手称帝 已经直接下跪 请求女仆 哎 第一个就是很简单的攻略调了 身为主人竟然下跪 女仆也明白男主的思想是有多狠狠 而下一个攻略的女孩是 爱豆 男主的身份变成爱豆的轻微 对队长 就是粉丝团团长的意思 今天是男主的胜利 为了感谢他 爱豆就自己提出 可以满足男主一个要求 你以为男主会提出 吃饭约会看电影 妈 男主自然是提出了 想要看爱豆胖子 这让爱豆吓了一票 不过在去了没有开玩笑后 表情从震惊 点成了嫌弃 也见男主顿时 成了垃圾 虽然爱豆吓就会想要耍赖 不过在男主违逼利误下 第二个女孩也被攻略成功 转眼男主就成了 需要上帝救赎的小男孩 面前的修女看出的男主 是迷路的灵魂想要救赎他 男主趁机提出了需求 你不答应我 我就要去地狱 我要看 我要看 而修女的本质就是要 进化一切迷途羔羊 最终在男主的威胁下 他得逞了 而被救赎的男主 似乎变得神经骑爽 英俊潇洒 去处理牙齿的时候 藤和娃娃叫 牙医姐姐为了鼓励男主 便也提出了男主乖乖的忍耐 就会给他奖励 但这次的牙医姐姐 跟之前的女孩 主完全不同 因为牙医姐姐 被男主的颜值征服了 暗示现在自己周二和周五可能有空 目的就是引导男主 提出约会奖励 但男主是谁 是大哥 他放弃了跟牙医姐姐的约会 提出了终极奖励 断声音牙医姐姐娇虚的表情 瞬间变成了嫌弃 好的这个番区的姐姐们都是说话顺手的好人 男主成功攻略了牙医姐姐 而在第二季 虽然加入了新的姐姐们 但编剧却从第一季 指出欢迎的女傅 还有修女姐姐做了续剧 修女姐姐本来还由男主实在忏悔的 本来还很高兴 可是当她嫌弃的眼神出现后 很显然 又被男主攻略成功 而女傅姐姐也是如此 从其周二教修 又一次变成了嫌弃 浪人不敢相信的是 男主的办法竟然又是下跪 女主部长的招数 却让妻女平凡妥协 而一生的内容显然是万万不可尝试 否则女主是真的要被别人一点嫌弃的当成樱态 而这不动画能够爆红 除了在脉络情节之外 江副情不愿意欲去欢迎演绎的贼号 节目上也是大多数观众喜欢的风格 不知道各位在看完这个视频后 是否感觉窒息 这究竟是什么诡异动漫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多一些闻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短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拜托